我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期间的智商会议 今天上午11点钟正式结束 这项会议成本月7号起在台北举行 今天上午参加会议的 与我国财政部次长王少毅 另外还有国际货币基金我国理事徐博元 同时财政部前面次长邵季昌 中文银行秘书会长前存 经济部商业次长吴冠雄等也都列席参加 国际货币基金私勤团的代表 首席代表是宋舍基 另外还有两位幕武会商和亚希波也都参加 会议结束之后 王少毅次长曾经在这份会议的结论做了说明 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的代表团来了以后 他们对于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的信心 比我们自己也都还要坚强 那么这一次他们国际货币基金 对于我们的建议方面 他们认为我们在工业方面做的相当多了 因为过去因为我们的土地改革 在国内建立了很良好的市场 所以过去的十几年 我们工业的发展有一个很良好的支持 那么到了今天 他们国际货币基金的代表团 建议我们应当对未来的农业的发展 要加倍的注意 尤其关于农业的新变化 那么土地的利用这一方面 他们提醒我们 因为我们应当加倍的注意 那么其次呢 他们国际货币基金代表方面 对于我们的税务的改革 他们认为非常满意 他们认为我们所得税的改革的结果 所以我们所得税 在整个的税收的比例当中 大量的提高 他们认为非常满意 所以他们也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的经济 继续不断地来发展 我们的税务结果 一定要配合经济发展 也经常不断地来检讨 来改革 那么这一点 我相信我们共同 是一定会落入去做的 其实他对于我们的银行 也是有一点建议 他们认为我们经济的发展 过去啊 在国内的工商业方面 公民的比较占的比重比较大 但是经过这几年来的发展 这个明明的工商业的比重 就一天比一天在这个经济世界当中 更为重要 更为重要 所以他们建议呢 我们的银行制度方面呢 应该配合这一个态度 也要加以调整 那换句话讲 他们就是希望我们加强 民营银行在金融体制里面的力量 所以他们对于我们的中国银行 该作为中国国际商业银行 他们能够非常准确 而是对于我们经济发展 和国际贸易 很有帮助的一个错误 那么其实 他们也提到 关于我们这个利息方面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 利息的这个结构啊 他们也很了解 也很了解 因为我们过去 有很大的努力 坚持有比较高的利息 银行提供比较高的利息 让民间的资金啊 进入银行的系统 那么慢慢地要降低这个利率 那么苏格亚银行在这几年来 以其次的降低的利率 那么至于工商业的发展 那么就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干什么的